Call Loan的第一滴 NovoLang的业主被銀行取消了按揭 要求他把所有按揭 哪有錢啊 這個案件是在Facebook發生的 被人放到連丹 然後就爆了出來 我有個客人也做了按揭 他也想邪教我 我問他怎樣 我看一看Post 有個業主買了NovoLang的ET1的高層 被銀行取消了按揭 但是樓主是準時供款的 但在銀行角度你只要準時還本 我有借了給你 我都不會用你 Call Loan 銀行那邊通常都是給30天 我正常的程序 做轉横的時間是9點 不過有機會業主的底子不好 他在一部銀行是申請不到按揭 他可以在街上借財 相對來網日幾個找份 他也叫銀行那邊延長 Facebook發行員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他愛ESSD的問題 就不可以立即買 但就算他現在買30天成交期 買家就不需要 也是一個問題 買家需不需要做一個新的按揭 跟他轉横的時間差不多 其實都是解決不了的 業主說買那層樓做650多萬 他當時是給了130萬 Post 年買律師費26萬 按揭保險就30萬 總共是給了190萬 如果要賣的話 你也知道樓價是跌了的 一來要打錢買 二來賣又要被人收稅 銀行那邊就給了一條計劃 可以經銀行那邊買 這條計劃其實又是玩的 那層樓未過SSD 但怎樣買呢 業主同意銀行收了錢 然後向政府申請法庭命令 然後經過法庭命令去買 就可以避免了一個SSD 有一個業主轉到銀行那邊 操作上來就很複雜 不過這件事又找法 就算是給銀行收樓 他買什麼家 一定是銀行洩到沒有 銀行的經理仔就看業主 他主動找個買家 銀行說我們已經準備好買家 你快點去做 所以銀行向法庭申請法庭命令 這段時間要報紙 現在要不已現代 給銀行優惠到無論 廢納什麼點都是給銀行走樓 說完白骨 說一下一點點知識 第一件事銀行為何會扣他購買購買 根據業主所述 他准設銀行 把這些物件去銀行政策審批 測到壓力差 簡單來說 他沒有違約銀行 應該扣他購買購買 就算樓價點購買 今年7月才購買購買 現在是10月 3個月 銀行會不會三個月 重新幫廣東富利去股價 基本上不可能 第二件事 因為銀行加了額 至於之前做案件時 他慢慢緊張了壓力測試 現在加了額 銀行要求他加個單元 加的話 我就會扣你 每個人去增加案件時 其實銀行都會替你做壓力測試 即是他假設了美國國營 或者全球監繩 加了3厘 你仍然可以在阿福島區 給你高成組的案件 政府說放寬了高成組的案件限制 就算你購買不到壓力測試 只要你給到保險費 他都給你借 但如果差很低 他怎可能借到錢呢 第三件事 有些人認為業主的TU有什麼問題 有些街數是沒有給銀行 而銀行在借了錢後才發現了這條街數 所以要確認他 這可能是挺高的 第四件事 有些人說他醜了一些東西 但業主說我沒有醜幣 沒有醜其他東西 正正常一個買樓人給銀行 考賣其他東西不關事 所以主要你的入息 可以說到一個阿里莎士銀行 只要錢給你 你的資產是沒有任何買 銀行和收入掛勾 不是跟你資產掛勾 所以你投資什麼 全部都沒有所謂 除非你投資到需要加倉 你下次的TU跌下去很高 可能你弄就真的沒有任何 這件事很高 跟業主去做這個銀行 接的時候已經知道 業主的底子其實未不太理想 但他都願意借錢給他借 之後就反而說不借 如果人家想搬船 你叫他再貼包下來 那他的代價真的挺重 因為短時間 基本上沒有人幫他接觸 所以業主覺得能量很絕對 最有可能都是 因為TU爆了 我只想不到這個原因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老師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會 Mayor Cjm 恢復 開始 感谢观看